HELLO 大家好 我是玉如姐 大家有没有发现 最近市场上面的柠檬好多 而且都超级便宜 之前很多网友 他们留言给我跟我说 蜂蜜柠檬对女生非常好 可以美容养颜 还可以抗衰老 还可以就是不会有皱纹 所以呢 我自己也是超级期待 现在柠檬终于变便宜了 我们就赶快来做来喝喝看 先把柠檬清洗干净 再把柠檬擦干 不要有水分 这三种是我们在市场上面 最常看到的柠檬 这一种低种 这种柠檬它叫做四季柠檬 一年四季都会有 果形比较大 皮比较粗 切开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外皮比较厚 中间有纸 这一种柠檬它的汁会小一点点 但是香气非常重 这种叫做莱姆 它的皮比较薄 果形比较小 切开以后 它的边缘这个皮非常薄 中间没有纸 就是因为它没有纸 所以它叫做五子柠檬 但是 这两种柠檬 跟刚才四季柠檬 这一种的酸度没有那么酸 但汁多 这个是酸度很高 但汁比较少 所以一般它们在做糕点类的时候 会选择像这种香气比较重的柠檬 中间这一种呢 它看起来乍看之下 它其实就很像五子柠檬 就是莱姆 但是它切开以后 你看 它其实它的皮也比莱姆厚一点点 但是又没有柠檬这么厚 然后中间一样有纸 这种柠檬它会带有一点柚子的香气 这种叫做黄金柠檬 基本上大概就是分成这三种 那我今天会用这一种就是五子柠檬 因为我不想要抠那个纸比较麻烦 而且我很担心像这种皮比较厚的 我怕它腌制久了就是会有苦味 所以我今天特别选用的是这一种 莱姆五子柠檬 还有大家会看到一种像这一种的 这种的是黄柠檬 我切开给大家看一下 它就是黄色的柠檬 其实它跟四季柠檬一样 但是这种一般都比较产于国外比较多 一样有纸 然后它的香味 其实柠檬的香味超级香 接着就把柠檬切成薄片 头尾的地方就不要了 所以如果你买到的是有纸的 这个时候你切下去的时候 纸就会开始乱飞乱跑 那如果有纸的话 大家在做的时候 记得把那个纸把它挑出来 不然会苦苦的 接着我们取一个像这个玻璃瓶 先把它洗干净 不要有油 不要有水 把它清干净以后 我们就把柠檬放进来 再来就是蜂蜜 这个是纯蜂蜜 把它先倒一些进来 好香喔 我朋友在国外念书的时候 她说在国外看医生很贵 所以每次她不舒服的时候 当地他们那个home mother 就会叫她喝这个蜂蜜柠檬茶 就是因为蜂蜜它本身 它就是可以只可化痰 而且它可以抗衰老 抗衰老 柠檬呢 就是维他命C非常的丰富 而且它还可以杀菌 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 我觉得应该是很有效 很多人还会加这个生姜 生姜本身它也是可以杀菌 然后抗发炎 就是把它切片 然后丢进来 因为我儿子他们也要喝 我怕加了生姜以后 到时候他们就不喝了 所以我今天就不加 我就直接就很简单的 就是一层柠檬 然后蜂蜜 就这样子把它放进来 非常简单 而且网友跟我讲了之后啊 说可以养颜美容 我就觉得超级想试的 那我就把它盖起来了 要放在冰箱里面 三天之后再喝 超美 养颜盛品 今天是第二天咯 你看这下面 这个比较浓的蜂蜜 上面呢就是 应该是 檸檬出水了 所以它变得比较稀一点点 好那我们就把它 倒过来 把它均匀一下 等一下我们再把它翻回去 好这样大概隔了三分钟了 这样好像比较均匀一点了 好这样摇一摇摇一摇 我再把它放回冰箱 明天就可以喝了 哇终于可以喝了 赶快迫不及待 今天是第三天 我先放两片檸檬进来 然后摇一些这个汁进来 蜂蜜的香味还有柠檬加在一起 我觉得就是一个清香的味道 这样应该够了吧 多一点好了 为了这个长久的等待 为了这个长久的等待 我今天特别准备了气泡水 啊 天啊 这也太气泡了 准备哦 不要喝咯 不要喝咯 我不能搅太久 那个气泡就没了 我试喝看看 嗯 好好喝哦 原本我一直担心 那个柠檬皮会很苦 可是没有耶 味道其实还蛮不错的 冰冰凉凉 先不管有没有功效 真的超消暑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的那个皱纹 应该是少很多了 好 从今天开始我就每天喝 真的很好喝 而且现在柠檬盛产 大家一定要试试看 做一瓶蜂蜜柠檬 然后如果你想要效果更加分的话 就是加生姜 好 OK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有任何问题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 我们下期见 拜拜